一個吸毒案件 卻是在國際新聞當中 男主角換了人了 為什麼 對 立剛你看 這個成龍的兒子 房主名跟我們柯振東的吸毒事件 在我們中港台3D 華人市場是已經大新聞 外國也都引述報導 可是外國重點是成龍 Jackie Chan 因為坦白講 房主名沒有人認識他 然後柯振東更沒有人認識 在外國的媒體來講 主要主流媒體 你看 時代雜誌 你看 有沒有注意到 Jackie Chan's son 有沒有注意到 這裡也是Jackie Chan's son actor's son 加了一個actor 演員的兒子 actor actor's son 這邊還加了一個他的名字 Jackie Chan's son Jacy Jacy 那這可能是他的英文名字 這邊有一個 總算有他的名字 有他的名字 但是還是沒有人 可是重點 你有沒有注意到 前面都是Jackie Chan Jackie Chan 為什麼頭條都是寫著Jackie Chan呢 因為Jackie Chan的國外知名度 他是我們其實華人的明星 第一個打進歐美市場 打進好萊塢的功夫巨星 到現在Jackie Chan 在全世界的影壇 依然有他的重要的地位 我們之前講 其實美國加州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 Jackie Chan的日 這個一天的日 這個城市是給Jackie Chan的 某一天還特別給成龍 很多地方都有公開的儀式 加州有Jackie Chan日 洛杉磯有Jackie Chan日 舊金山有Jackie Chan日 所以你就知道Jackie Chan 其實在歐美 那個時候Jackie Chan的電影 你知道在美國 美國那個地方很大 這麼多地方 除了東岸西岸之外 很多地方是那種 黑 非衣的黑人 中南美 不是 中南部這些地方 這些地方以前是不可能看到 所謂的亞洲電影的 Jackie Chan的電影 是讓他們看到 所有的這些黑人觀眾 一邊吃爆米花 一邊拍手 一邊叫Jackie Chan 是全戲院裡面 歡聲鼓舞的 可是我們現在回想起來 大家也許不知道說 Jackie Chan小的時候 就是剛立剛講 他小時候日子過得非常辛苦 是個不識字 沒有讀小學的一個小朋友 為什麼呢 其實剛講父親 之前講過父親以前做特務 什麼的顛沛流離 可是他你有沒有覺得 他是個國際巨星人 對 國際巨星 他居然從小時候 居然是這樣子的悲慘 一步一步爬上來的 小時候其實家境很清平 我們現在講到很多人說 其實以前我們包括送到巨校去 有沒有認為巨校 送到你京劇學校去念書的人 通常這時候家境不好的 送到巨校 學武生 學蛋生 蛋腳生 家裡沒有經濟 沒辦法經濟負擔 他乾脆送到這個巨校裡面 去當個跑龍套的 去戲班子裡面跑跑 巨校學武力 有吃有喝有助 對 但是卻沒有讀書 對 當時成龍的父親 也把他帶到一個所謂的戲班子 我們大家看七小福的電影 很多人在那邊打 拿那個槍矛在那邊練舞 他爸就說你要不要進這個學校 那成龍一看 因為年輕小朋友好動嘛 他認為進到裡面 就反正打打架什麼的 就OK進去了 我跟你講進去之後就很辛苦 五歲半開始就練功了 學功 然後一路學到 那個時候大師兄洪金寶 圓秋什麼大師姐都在他前面 你知道小蘿蔔頭進去很辛苦的 巨校裡面講究備份跟倫理的 對 那吃飯成龍只能坐在邊邊 洪金寶吃完了 圓秋大姐師姐吃完了 吃了飯喝了湯吃完了 剩下一點殘跟剩飯 加一點稀飯 剩菜剩飯 剩下最菜的才能吃 因為巨校本來就不是一個 很富裕的環境 加上師兄師姐非常多 那你小師弟就要尊重倫理 師兄師姐吃完了 你再吃剩的 所以再連吃個飯 都還要亂備份 真的吃了一點稀飯 那個時候 因為巨校的武生出來了 練武出來 就進入去做武術指導 成龍那時候從小去做武術指導 每天聽武術指導 召喚進到片場 打一天 我跟你講辛辛苦苦打一天 被打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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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五塊錢 大概要一個幾個月 才能夠買一條牛仔褲 生活是非常非常艱苦的 好 慢慢慢慢他怎麼爬上來呢 其實跑龍套 大家記得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因為李小龍竄起了 大家如果看過金武門 就會發覺 你先如果看金武門的片段 金武門裡面 李小龍有個飛踢 把一個日本鬼子 踢倒的鏡頭 踢了三次 那個日本鬼子誰 就是成龍 他是演一個跑龍套的 所以他在那個時候 是演跑龍套的 演一個日本人 是被李小龍這樣飛踢的 啪啪 踢踢踢這樣的 那成龍不斷地在這種各種 你知道當進片場 成龍演過什麼角色 一進去 臉上塗了汙泥 一攤那個血漿給他 就躺在地上 就是演一個死屍 就別人一打 啪就死掉了 噴血就死掉了 他是演這種角色 就是一個小小的配角角色 慢慢慢慢地 他演了一個角色 什麼電影呢 我們李翰翔導演的風月片 金瓶雙雁 這個電影當時非常的紅 是陽群胡錦 跟田妮演的金瓶雙雁 大家看到演員裡面 居然有個成元龍 當時是成龍的藝名 叫成元龍 成龍改了好多藝名 最後才叫成龍 這個是成龍喔 成元龍 這個電影如果小時候我看過 這個電影印象很深刻 裡面有個王媒婆子王來演的 就是拉皮條的 把西門慶跟潘京人拉在一起 那裡面有個角色呢 就是王媒婆子去拉這個 你看成龍這個 王媒婆子幫他跑路的 這就是成元龍 你說那個就是成龍啊 成龍 右邊的那位就是成龍喔 這個戲裡面 成龍還有一個全裸的鏡頭 我印象中 不知道是裸屁股還是裸前面 反正拿一個樹葉遮住 就是有個裸身的一個鏡頭 但這個裸身鏡頭 就看到這個小鬼呢 他當個小配角 而且還要演全裸的角色 裸身 這個小鬼其實長得眉清目秀 身材還不錯 因為他武術出身的 身材很棒 好啦 那成龍為什麼 後來變成成龍 成元龍叫成龍呢 一個轉機就是後來 李小龍過世了 李小龍過世後 香港要捧出新的一個 無功夫動作明星 當時佳和電影公司 吳思遠製片導演羅維 就要培養一個新的明星 就把他們就看到了成元龍 就覺得他的功夫不錯 給他改了一個名叫成龍 這個成龍什麼意思呢 成為李小龍 就接班人 原來成龍藝名是這樣子起來的 成為李小龍 對 他當時演了醉拳 演了蛇形雕塑 哇 一炮而紅 這個電影你去看 當時成龍裡面那個醉拳 蛇形雕塑一演 轟動了整個華人影壇 轟動了整個亞洲影壇 這個電影也成為後來 成龍進軍好萊塢的一個先驅 先驅條件 所以也就是說李小龍 他陽明國際就是因為 這個功夫片的關係 所以成龍就是希望說 接著李小龍之後 讓全世界人都能夠製造 這華人的功夫無大事了 是是是 果然創造了第二個李小龍 就是成龍 Jackie Chan 嗯